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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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快樂! 不知道今年大家收到什麼聖誕禮物呢? 我自己就買了一份聖誕禮物給自己 就是我收藏這個 DJI的Podcast 2 不過其實前陣子 我先換了這個iPhone 12 Pro Max 究竟它兩個的分別是什麼? 究竟買了之後會不會後悔? 其實iPhone 12比它更加厲害呢? 走出去拍攝之前 當然我也有些東西應該交代給大家 其實它這次多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插進去之後 就是用推桿的模式去拍攝 我第一代的時候 慣性就是按這個按鈕 這個就會開機 但是我發覺如果這次這樣按 它就鎖住了 說不可以關機的 它現在多了一顆這樣的按鈕 就是當你一按 才能關機 不再像以前的按鈕方法 有一點點的不同 這個Compon 這次可以加多一個底部 首先你要把底部 這個位置 拔掉 然後你把這個按鈕 這樣就變得更加之長 有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它不是原本是輕巧的嗎? 但說真的 如果在拍攝來說 之前我有時驗它開的時候 就比較短 更加另一個非常精緻的這部 這個就是一個咪 在網上已經有很多人介紹過 這支咪是相當之好用的 按一下就會立即可以感受到 然後只要你向上拍這顆按鈕 然後就可以錄音了 向下拍就可以取消了 如果你放相機在很遠 你按一下這個位置 它就可以拍攝到 這個也是加分的位置 突然遇上很大風 你就會有一個防風的咪 雖然它是毛毛 但它一點也不便宜 噢噢 你嚇得 那它要用一點力才可以拿走 如果你能帶咪的話 你基本上一定是這樣做的 是長一點而已 你就可以把它轉到保護殼上 轉完之後 你只要把它按下來 就完美地收納了 當你扭緊了 那你就可以用這隻腳 去進行拍攝 做多了一件事 它是一個可動的腳 如果你想拍斜一點 都可以的 那就是你放的地面 剛才我看到 它總有兩個底盤給我選擇 跟機的底盤 是底部沒有螺絲腳 你不用藍牙接收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 的底盤 藍牙基本上是有一個位置 就這樣插下去 這樣插下去沒問題 但當你如果要拔出來 就是要完全把它向下拉 這次特別要試的是 夜晚 我現在呢 就會嘗試跑回家 剪輯鏡頭呢 感覺上 iPhone是再厲害一點的 開始跑了 對啦 我現在呢 現在 隻手呢 就在那邊跑 那我看到iPhone 雖然它上下沒有震 但是呢 其實它左右好像震得很厲害 但其實我不是打得特別快的 就是一般的 跑步 但是呢 我相信已經有 好大分別了 我會再拍多一點 有一點 剪 嗚 噢 這是一個貓來的 Pocket的好處呢 是讓我看到媽咪 躲起來的時候 都是拍她 今次就想試一下這支無線麥克風的效果 如果可以連接手機 就非常好 但是呢 它是寫著未連接到的 還有有件事好 就是無論多遠都好 如果我要停止 正常我就要按回手機 以前啊 現在呢 我按這裡就可以好像停止了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點點 當我如果 首先連了咪 之後再連手機 是不行的 所以呢 首先要連接了手機之後呢 再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錄製了 可以一路看著自己的畫面 那我就一路對著我的攝影 變成其實對於 喜歡拍Vlog的朋友來說 是非常之好 首先因為呢 我可以在這裡 控制上下左右 光暗 甚至乎 我現在按自己的壞樣子 哎呀 我要轉移近了 這樣呢 就是 它的自動追蹤 因為呢 我之前在台灣吃的時候 是一事難忘 難得香港這次 能夠再吃到的關係 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上次我拍的時候 我記得我上面呢 只有三顆珍珠 但這次呢 大家看到了 有四顆珍珠 其實現在的環境 是吵到不得了 播出歌 收拾東西的姊姊 但也很好用心 在這裡演員 大家都知道 我沒有去台灣 那我竟然出現了 這個北方 我都未試過這支麥克風 我希望出來的效果是好的 一路就追蹤著我的樣子的了 所以我的樣子 動來動去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動 哦 因為現在不太拍到我食物的位置 不知道加了之後會有好處 這就是個分別 如果要拍攝食物的時候 我不想拍到這麼多自己的頭 完成了幾個測試之後 正所謂一是不用一用就上人 就算買了這個iPhone 12 Pro Max 即是在影相功能上強大了很多 我一邊拍攝 一邊可以用手機 就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支始終是三軸防震 手機是電子防震的時候 你都會這樣 哄你另一半的話 無論男朋友也好 女朋友也好 老公老婆也好 其實我覺得三千多元是絕對值買 而且我是強烈建議 如果大家買 一定要買Composet 這支開箱紋也到此為止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用了之後 或者你自己還有什麼問題 很想問我 我希望我在留言 能夠盡量解答你 那麼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記住要CLS我的頻道 就是Comment、Like和Share 下次再見 Bye Bye